在光影交织的娱乐圈,谭松韵如同春日暖阳般,以其清新自然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出道以来,她凭借着甜美的笑容和充满灵气的表演,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从青春校园剧中的元气少女,到都市情感剧中的独立女性,她都能游刃有余,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就是这样一位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演员, 却在与男星的合作中,意外地引发了一个令人玩味的现象,男星们似乎对与她拍摄吻戏望而却步 这个话题的缘起,还得从景博然的一次采访说起,当时,景博然在谭吉与谭松韵合作拍摄电视剧归录的感受时,半开玩笑地表示,自己不太愿意和谭松韵拍吻戏,究其原因,竟是谭松韵那张仿佛永远停留在少女时代的娃娃脸,以及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清新脱俗的气质 让她在拍摄亲密戏份时,总感觉像是在欺负一个小妹妹,心中不免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负罪感 景博然这番看似调侃的话语,却意外地揭开了与谭松韵合作过的男星们可能共同拥有的微妙心境 无独有偶,此前,人气小生徐凯也曾在一次采访中,不经意间游露出过类似的想法 当时,徐凯与谭松韵合作拍摄一部青春偶像剧,剧中不乏甜蜜的吻戏,在谈到拍摄感受时 徐凯坦言,由于谭松韵甜美可爱的外形和娇小的身材,让她在拍摄吻戏时,很难产生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反而更像是在呵护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妹妹,甚至会产生一种罪恶感 这种由罪萌身高差和年龄感错位带来的奇妙化学反应,使得原本应该充满浪漫气息的吻戏 变得既温馨又略显尴尬,那么,谭松韵真的长得像未成年吗?答案不言而喻 她的五官精致,皮肤白皙,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笑起来更是甜美可人,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 这种与生俱来的少女感,让她在演绎学生时代的角色时,毫无违和感 甚至能够将角色的天真烂漫演绎的淋漓尽致,也正是这种特质 让与她合作的男演员在面对吻戏时,需要进行更多的心理建设 以克服那种因为外形差异而产生的微妙心理障碍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谭松韵作为演员的独特魅力 她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角色 无论是青春活泼的少女,还是成熟稳重的职场女性 她都能轻松驾驭,并赋予角色独特的灵魂 或许,正是这种纯粹,自然,不带一丝绞柔皂造作的表演风格 让她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也让她赢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有人说,谭松韵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她不炒作,不争强,始终保持着初心,用作品说话 她的身上,散发着一种邻家女孩般的亲和力,让人感觉温暖而舒适 或许,正是这种真实不做作的性格,让她在复杂的娱乐圈中 依然能够保持着那份难得的纯真与美好 男星们害怕与谭松韵拍吻戏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对她的排斥 而是一种源于对她独特气质的尊重和欣赏 这种害怕,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珍惜 是希望能够保护她那份难得的纯真与美好 而谭松韵,也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证明了 作为一名演员的价值,她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和感动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谭松韵过去演出《请教我总监》 向风而行爆红 她与徐凯搭档演出的新剧《你比星光美丽》 CP感十足 最新剧情两人已经突破友谊关系 升级成恋人,使得收视狂飙夺冠 对照同档期由杨子 谭剑次主演的《长相思》第二季收视疲软 被狂骂魔改原著,导致口碑暴跌 网友指出谭松韵演技自然讨喜 而杨子近年屡屡被指整形过度,表情僵硬 谭松韵表现大大胜出 《你比星光美丽》由谭松韵 徐凯主演,虽然两人直至二十集才开始发展恋爱线 但双方激情吻戏不断,让网友看得非常过瘾 最新剧情中,寄星谭松韵氏与韩婷徐凯氏到山上观星 他表示自己压力大的时候,会借由看星星放松心情 韩婷则浪漫告白 我想要亲吻专属于我的星星 两人超甜恋爱,让网友直呼等待都值得的 另一方面,杨子主演的《长相思》去年播出第一季时 虽然叫好叫做 但相隔一年播出第二季显然后继无力 尤其第一季剧情围绕小妖、杨子是女扮男装躲在清水镇 但实际上却是王姬身份 剧情反转精彩 第二季全员恋爱脑的故事线,让粉丝难以接受 尤其小妖与图山景、邓维氏的高光明场面全被删除 因此收视不如预期 谭松韵与杨子都属于90后小花 虽然两人外形,戏路不同 但都被誉为是旺夫体质女星行列 相较谭松韵近年演出向风而行 归路都叫好叫做 杨子与范城城搭档演出现代剧要久久爱时 屡屡被吐槽没有CP感 双输地位逐渐拉开距离 虽然杨子粉丝攻击谭松韵身高不够 不适合当女主角 但包含景博然 王凯身高都超过180公分 两人与谭松韵搭戏都非常有CP感 不少人认为谭松韵娇俏可爱 演技自然 才是她成为获选女主角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 徐凯与谭松韵演出你比星光美丽 不少人都认为她的演技细腻 相较之前的作品进步幅度很大 而杨子上一部播出的《成欢记》 男主角同样也是徐凯 但不少人认为杨子与徐凯之间没有CP感 且徐凯在《成欢记》表现普普 如今对照徐凯与谭松韵的火花 网友认为谭松韵演技自然 加上很能带动男主角的情绪发挥 大赞她整体表现都优于杨子 未来谁将成为90后小花之首 还有待时间观察 在娱乐圈这个星光闪闪的地方 发生了一件超级有趣的事 谭松韵和她的好闺蜜秦兰 加上一个无辜的帅哥徐凯 一起搞了个恋爱误会 在湖南卫视的《你好星期六》节目里 他们玩游戏玩出了新高度 不仅让大家笑得肚子疼 还让谭松韵的恋爱传闻变得更有趣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误会是怎么逗乐全网的 谭松韵和徐凯一起上《你好星期六》 为新剧做宣传 游戏环节里 谭松韵要给好友打电话 还得让对方说些特定的话 她立马想到了秦兰 电话一接通 就亲密地喊 狗子在干嘛呢 这称呼一出 大家都感受到他们俩关系有多铁了 原来他们私下里就是这么互称狗子的 这种友情真是让人羡慕 游戏继续 秦兰突然问 你谭恋爱了 这话一出 现场气氛瞬间紧张 原来她以为谭松韵真有新恋情了 谭松韵赶紧解释 没有没有 是剧里的 我和徐凯在剧里谈恋爱呢 但秦兰一听更急了 剧里谈不够啊 剧外也得抓紧嘛 这话一出 谭松韵笑疯了 徐凯也无辜的被卷进来 观众更是笑得停不下来 这次误会里 有几个小细节特别暖心 比如谭松韵和秦兰的昵称 虽然简单 但满满的都是爱 还有徐凯在通话里的微妙表现 虽然没直接说话 但那份默契让整个场面更有趣了 大家还特别关心谭松韵的恋爱情况 毕竟她这么优秀 大家都希望她能幸福 这个误会虽然是个小插曲 但让大家看到了娱乐圈里难得的真情 谭松韵和秦兰之间 没有那些复杂的东西 只有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这样的友情 真是太难得了 而且这次误会也提醒大家 在娱乐圈这个快节奏的地方 能保持真性情 更难能可贵 谭松韵为宣传新剧 《你比星光美丽》参加线下直播会 她以一身简单的白色长袖 搭配黑色长裤的休闲穿搭亮相 其发型回归黑长直 直播现场 谭松韵和男主角徐凯有亲密互动 徐凯抱着谭松韵 画面甜蜜 还特别设置了土味情话环节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谭松韵和徐凯相互较量 纷纷说出令人捧腹大笑又心动不已的土味情话 谭松韵含情默默地看着徐凯说 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 是缺点你 徐凯也不甘示弱 回应道 我想买一块地 什么地 你的死心塌地 徐凯说 你和星星的区别是什么 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我心里 两人你来我往 甜蜜的互动 让现场观众尖叫连连 有粉丝留言 松韵 你在剧中的角色太励志了 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谭松韵回复 能给你们带来力量 我很开心 一起加油 有粉丝提问徐凯 这次和松韵合作 感觉怎么样 徐凯笑着回答 非常愉快 他是个很棒的搭档 一位粉丝留言 剧中哪场戏 让你们印象最深刻 徐凯和谭松韵相识一笑 然后徐凯说 那肯定是那场在海边的浪漫戏 目前电视剧截至2024年7月16日 电视剧你比星光美丽 在各大收视率排行榜上表现出色 据网易手机网7月8日的数据 该剧收视率达1.945% 排名第二 源头奖电影7月16日发布的排行榜中 其收视率为2.614% 1.935% 位列第一 13说于7月11日的榜单里 该剧收视率为2.456% 同样名列前茅 综合来看 你比星光美丽 凭借精彩的剧情和演员出色的表演 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和观众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